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大白菜 只是有些大白菜进了垃圾场 有些大白菜进了酸菜坛子 一个年轻漂亮的乡村女人 受到城里来的文艺青年的热烈追求 以为自己找到了终身依靠 于是不顾母亲的反对 嫁给了这个自己并不了解的男人 皇后却因为自己的坏脾气和口不择言 将这场婚姻彻底变成了悲剧 在一次次矛盾和冲突中 丈夫越来越冷漠 女儿也离她越来越远 她的家和她的心都成了空荡荡的了 简缘的空巢婚姻讲述了一个女人 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导致一场空巢婚姻的故事 再次提醒人们 有话好好说的重要性 再美的外表 没有了高洁的灵魂作伴 也只能是红漆马桶 再美的相遇 没有真心实意的两情相悦 只能走向爱情的坟墓 美貌总能吸引人的注意 少女狐鸦周围因为外表而追求她的人不少 可是因为母亲的遭遇 狐鸦决心要找一个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男人 于是 她看中了城里来的白宁 而白宁也被狐鸦缴好的外貌吸引 荷尔蒙的作用下对她充满热情 两人在并不充分了解彼此的性情的情况下 便草草结了婚 虎鸦天真的以为 总此她会跟着白宁摆脱生活的窘迫 过上宽裕的城里生活 白宁以为 自己娶了一个美貌多情的妻子 足以让别人现眼 然而 性格 成长经历和三观的不同 让两个人在婚后不断产生矛盾 现实中的城里生活 没有狐鸦想象的荣华富贵 只有家徒四壁的逼色和狼狈 浓浓的失落感 让她感觉到愤愤不平 开始变得暴躁 口不择言 白宁印象中天真美丽的女子 逐渐暴露出庸俗 骄纵和无知 她的美貌渐渐丧失了吸引力 取而代之的是面目可憎的粗俗 两个持有不同生活观念的人 开始嫌弃彼此 相互伤害 生活的不幸成了恶性循环 白宁越是对狐鸦的吵闹 感到疲惫和厌倦 就越是冷漠 狐鸦心里喜欢白宁 可是一看到白宁冷漠的眼神 就对她不爱自己感到愤怒和绝望 于是变本加厉地用刻薄恶毒的话 伤害她 她愚蠢地以为 这样她就会向她示弱 在日复一日的恶言恶语中 狐鸦在白宁心中早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从一个美丽的少女 变成了庸俗无知的恶毒婆娘 她对她的爱慕之心荡然无存 狐鸦的狐角蛮缠 让白宁倍感痛苦 想要逃离 于是和同样被狐鸦吵闹困扰的女儿 一起搬了出去 狐鸦想要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好 可是一见面就管不住自己的脾气 总是想起不愉快的往事 然后出口就是 刻薄挖苦和职责 女儿觉得自己永远也靠近不了母亲 她也不知道她需要什么 也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她 只有离开她 眼不见心不烦 被抛弃的狐鸦心中只剩下了怨恨 恨自己当初做错了选择 恨丈夫没有给她期待的爱 恨自己容颜见老 恨女儿不贴心老是躲着她 她没有耐心和智慧去反省自身 修补感情的裂缝 只是一味由着自己沉浸在痛苦的情绪中 并将这情绪对着家人疯狂发泄 丈夫和女儿离家之后 狐鸦觉得很孤独 没有人爱 没有人关注 没有生活的意义 她开始日夜沉溺在麻将桌上 不如意的岁月像一把无情的屠刀 狐鸦日渐憔悴 容颜哭稿 女儿考上了大学 远远地离开了家 狐鸦以为 丈夫这次会回到家中 而白宁也想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于是决定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看到白宁愿意回家 狐鸦心中特别高兴 嘴上却又不由自主地讲出了 刻薄寡情的话 死到外面算了 还知道回来啊 一如既往的恶言恶语 让白宁愤怒 原本还有一丝修复希望的婚姻 就此走向了毁灭 意识到婚姻再也无法挽救的狐鸦 彻底绝望 终于崩溃 神经错乱 过了一段时间 回家探望的女儿 觉察出母亲的不正常 突然觉得羞愧难当 这时 她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狐鸦经常在家里大喊大叫 其实也是因为 她极度没有安全感 狐鸦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唯一的资本 青春貌美也渐渐丢失 丈夫不再爱她 女儿和她不亲 她也想牢牢抓住他们 可是脾气难改 她无法控制自己 只能眼看着丈夫和女儿 渐行渐远 变得更加焦躁和愤怒 沟通在婚姻中何其重要 及时跟对方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 理智地控制情绪 冷静进行交流 人生总有很多不如意 何况 鸡毛蒜皮一地的婚姻 无论经历了什么 总是要学会放下 学会接纳和包容 如果胡鸦面对生活的落差 能够保持冷静 和白宁一起经营婚姻 好好说话 彼此关心 可能会有另一种人生 而白宁和女儿 如果能够多一点耐心和宽容 看清胡鸦的真实想法 鼓励她 关心她 而不是逃避和冷漠相对 生活也许会是另一番模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小游私信交流 期待与你相遇 请不吝点赞